跨港大橋橋體經過交通部與港務局 檢調 漁會等單位協調後 拆橋作業時程已經出爐 從明天開始會進行拆除作業 預計上午8點封閉航道後 第一階段先切割橋拱與橋體 傍晚時就可以釣移橋拱 因為考量作業安全 航道將封閉24小時 到國慶日上午8點才會再開放 從明天早上凌晨6點開始 我們的工作船就會來到旁邊進行佈置 明天早上8點它就會到定位 後面的細部的作業程序通通在這裡 這整個計畫已經經過我們檢查 跟調查單位三個單位 包括行政院的兵安會他們同意 所以我們明天清晨開始 到後天的清晨8點就會依照這個工作計畫來進行 那希望順利的話 我們在10月10號國慶日當天 我們的拱橋就可以取下來 上拱的部分就可以取下來 進行叫拱拱在港頂 蘇澳區漁會今天出動廣播車 開到大街小巷和港區 宣傳拆橋封閉航道時間提醒漁民注意 而承載許多回憶的橋樑即將走入歷史 今天有不少民眾到港區來拍照 留下大橋的最後身影 要順便看看喔 明天就要拆掉了 對啊 那種很危險 跨港大橋含橋拱 橋墩及水下橋面板 蓋枯約有1600公噸重 拆除橋樑後依序為橋墩 橋面板 最後會將航道水下雜物清除 整體預計在11月15號完工 而新橋的規劃也同步進行 預計三年內新的跨港大橋 就會和大家見面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和彩鳳報導 請翻拍照